哈囉,歡迎收看公民丁 今天我們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青年級第一冊第一章 自我的成長這個單元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這一張在基礎換黑考裡面呢 它的出題比例不高 只佔了第一冊的7%而已 但是呢,我必須說啊 這張考試不考,但很重要 欸,注意哦,有押韻哦 它很重要的原因啊 是因為這張介紹的是 關於自我發展,自我認同 認識自己和生命等等重要的課題 而青少年時期正處於 從兒童過渡到成的階段 如果能好好地理解自己 對於未來的成熟、成長會跟我幫助哦 首先我們就從認識自我開始吧 大家應該都知道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在這世界上不可能找到兩個 一模一樣的人 就算是雙胞胎 接受相同的教育和環境 卻還是會發展出兩個獨特的個體 那麼我們又是怎麼知道自己是獨特的呢? 又要怎麼認識自己呢? 其實啊,我們靠的就是自我反省 還有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來解解自己的哦 這個理論啊,他是一個叫做顧理的人提出來的 嗨,就是他 他把他叫做定中自我 他說的一句話我覺得很適合來為這個理論做詮釋 他說 I am not what I think I am And I am not what you think I am I am what I think that you think I am 這句話的中文是說 我不是我想像中的我 我也不是你想像中的那個我 事實上我是我想像中你認為我是怎樣的那個人 這句話很像繞口定吧 大家如果無聊的話可以把它練熟練一點 講出來啊,絕對可以把同學給嚇死 但是要嚇死同學之前還是要理解它是什麼意思啦 我們舉個例子 比如說,為什麼一個人會對自己形成 我是一個積極的人 我是一個很笨的人 或是我是一個人人很好的人等等這些評價呢 這些評價並不是自己認為怎樣就是怎樣 相反的,他可能是與自己身邊的人進行互動之後 從別人的反應當中再做出評價 例如,小明有一天在打掃外掃區 他其實沒有特別的人在打掃 但是老師經過時看到其他人都在玩 就稱讚小明說,哇,小明真的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耶 小明聽到之後會發現自己好像真的跟其他人有那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漸漸漸的他就可能會發現他這方面的特質 再之後逐漸形成自己是一個負責任的人這樣的評價 為此我想要唱一首歌,來讓大家體會這句話的意思 你說的我不是我 我說的我也不是我 真正的我其實是 我認為你怎麼認為我 那樣才是我 接下來我們要 進到下一個主題了喔 下一個主題我們要介紹的是 多元智慧 好啦好啦,不要把讚收回啦 我下次不會唱了啦 對不起對不起 好,那麼我們可能會有哪些潛能呢? 美國的學者加納就提出了多元智慧理論 他認為人至少有內醒、肢體動覺、音樂、自然觀察、人際、空間、邏輯數學、語文等八種智慧形式 而這些智慧是多元而且相符相成的 舉例來說,要成為一位美髮師或服裝設計師 除了需要空間智慧感受藝術之外 還需要肢體動覺智慧將他心裡所想的樣貌製作出來 同時可能還需要自然觀察智慧 選擇合適的材質或是藝術風格 所以我們說智慧是多元而且相符相成的 再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我看到 欸,這個多元智慧的圖案長老像一朵花喔 我就把它加上兩片葉子和一個梗 這時候大家看到這個梗就會笑 喔,好,好,其實不好笑啦 如果說這個不好笑的話 顯然我在語文智慧上就沒有很強 那這個圖也放得很醜 代表我在空間智慧上也不太OK 所以藉由這個愚蠢的例子我們可以了解 多元智慧可以幫助我們發展優點 並了解缺點喔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下一支影片歡迎大家討論馬斯洛的尋求金字塔 如果今天的內容還有不清楚的地方 務必要再多複習一次喔 共美丁,我們下次見,掰掰